在咱们东北的偏远农村呢 有三个老流氓 整天你游手好闲的 在死里巴想的是无恶不住啊 平时你就喜欢干一些欺男爸女的事 把欺负人呢当成了乐趣 他们三个呀就是传说出那春霸 这三个老流氓的名字分别是 这老大叫大柱 老二叫二柱 这老三呢叫铁蛋 单听他们的名字就能踩出来啊 他们那是相当的隐邪了 这一天呢三个老流氓啊 像往常一样溜满啊 走出了春日 在乡间小路上晃流 走着走着吧 他们就发现远处 哎有一个少妇 骑着小猫铃啊 咯哒咯哒咯哒的走着啊 在这乡间小路上 隐隐稀少 三个老流氓呢顿时就来了兴致 远远的就朝着这少妇喊呢 说老门啊等等 小娘子别走 等等一系列调戏的语言呢 那是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少妇见状 赶忙让这个小猫驴 加快了速度 可是三个老流氓的速度更快啊 左眼见你 就把少妇给注意上了 老大大柱 直接绕到了少妇面前呢 打算伸手去掐这个少妇的脸蛋 这手伸到一半呢 就停住了 为啥停住呢 是老流氓良心发现了 当然不是 因为他看到了少妇的脸 有人要问了啊 是不是少妇长得丑啊 也不是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让老流氓才能停手呢 因为这个少妇啊 老流氓认识 而且和自己的关系不一般 啥关系啊 少妇是老流氓的儿媳妇 老流氓一看呢 是自己的儿媳妇 顿时啊 羞愧难当 手呢 就停住了 也不说话了 这个时候 二柱和铁袋也追上来了啊 对着少妇呢 又是一顿五言会语 而且呢 这手脚还不老实 打算你去抹少妇 这个时候 大柱实在忍不住了 赶忙你 拦住了二人 其实啊 这两个人啊 早就看出来了 这少妇呢 是大柱的儿媳妇啊 都是一个褶的 能不验识吗 可是呢 还假装不知道 询问大柱 哎 这咋回事啊 大哥 大柱结结巴巴的说呀 这是我儿媳妇 两个人呢 心里暗笑 大柱呢 只是一脸铁青 就这个故事啊 来自于 了窄之意中的一个桥段啊 告诉我们 轻薄的人呢 往往会侮辱自己 真是可笑啊 我儿媳妇